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蒜蓉粉丝蒸鲜油 我这里鲜油300克 它挺大 很新鲜 买的时候店主已经帮我起了内藏出来 粉丝一扎 50克 有些蒜头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 有点姜和葱 粉丝浸软 不用浸太久 10至15分钟 觉得软身就可以捞出来 鲜油是海鲜 加一点姜在蒜蓉里 加一半蒜蓉爆炒 留下一半不需要爆炒 爆炒到蒜蓉微黄 我们可以将蒜蓉加进味爆炒的蒜蓉里 煮点燴 不太可怕 蒜蓉 放入蒜蓉了 鱼 鱼 盐 孔 撕掉皮 这个是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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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把� suscept的部分拿出來 用玉米粉 用玉米粉 把骨頭倒進行 把骨頭放進去 把骨頭倒進去 把骨頭倒入 放入蒜蓉 吸干水的鱿鱼放入蒜蓉 调味 放少许胡椒粉 1.8茶匙盐 稍后淋上豉油 所以盐放少一点 少许胡椒油 1.4茶匙糖 1茶匙淀粉 1.5茶匙淀粉 先煮蒜蓉 都放了油 不用放油 吃辣可以放少许辣椒 这些海鲜 调味就立刻蒸 不用腌 因为鲜油蒸的时间有限 先放一只碟 预热 水滚下铺 先放粉丝 倒入鱼树 就会有限制 放入鱿的水份 盐量炒开 切开 大火蒸三分钟 如果你的魷魚很大 可以蒸5分鐘 我蒸了3分鐘 放一點蔥花 蘸少許熱油 給點蒸魚豉油 讓它們更悶 沖上爐 用搅拌 做ichts用油 水 液晶 浸水 水 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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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